早上7点38分,天已经完全亮了 昨天晚上吃了四角披萨,来了两袋乱吃酱 现在的精神满满的 给大家看看外面的风景吧 老漂亮了 这么漂亮的风景,大家想知道是多少度吗 我想给大家看看啊,给大家看看表 Efire High,就是外面的气温,现在已经变成了零下20度了 好,绝对零度可以冰封一切 但是刚割的激情可以燃烧你的岁月 30秒 大家尽量欣赏 这里的滑位 都可以冰尼住 最后来吧 这里得热的 注意喔 看一看 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美景继续 我的Vlog也将继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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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看看外面的风景吗 你不要被太阳所迷惑 如果按摄氏度来说的话 现在的零下 我这里估算 是零下 二十八度 我们这时候问一下Siri Hi Siri What's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Siri给我说 现在的气氛 零下二十三 你相信哪个 相信Siri 还是相信钢哥 钢哥告你外面零下 二十八度 我们继续 一路向北 让你们体验什么叫做真正的寒冷 我准备 超了这些别头的 Logging truck 安全第一 换成你 你绝对不会超 但是作为一个经验的老司机来说 必须得超了Logging truck 上坡 快不了 下坡 不能快 在接近的30秒之后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什么叫做 超 车 准备倒数 计时开始 5 4 3 2 1 加速 油门红到底 胜利 胜利属于你 油门不敢哄 早晚 顶阵怂 好了 完美超车 前面 一超车头 立马就是 一片 光明 干净的路 快快开 安全第一 我来猜 哎呀 大家知道零下20度和零下30度有什么区别吗 来 刚刚带你们用 看着吧 这个绳子是软的 对不对 可是这家呢发现没 这家这个绳子就是硬的 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们 油水他就硬了 我真佩服 我在零下30度的地方还能开车 大家感觉冷不冷 反正我觉得挺热 现在呢我们已经把 Prince George的三个货都卸完了 卸完之后呢我们去那个Costco啊 补给点 随便吃点东西 然后我们继续上路 下站叫 这个叫 然后呢 紧接再去 最后一站 我跟大家说 我现在在这手套是超级厚的 给大家看一下 超级厚的 但是现在我在外面真的就是绑了两条省已经不行了 不跟你们逼逼了 行了 他把他在在 再不运动哥们就得动着了我好别说尿泡尿了我跟着 连他 真的下巴科都能动掉 不废话了啊这种气温我真是排不出来给你们看那种效果我只能给你说 我就是给一暑假让你又感受到寒冷就行了啊 好我们继续啊 旅途继续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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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才在我现在在哪里看到了吗 Costco 我们把车呢往路边一停 我们进了Costco买点蛋 然后呢 喝点粥 吃点披萨吧 刚哥是披萨拉伙 哎呀 说几次披萨了 我好像我车里还有两脚披萨没吃完呢 等一下我们给热热吃呗 哎呀 我也不知道去里面买点啥 但是鸡蛋 那是我肯定要买的 因为跟刚哥出来 我不是怎么怎么说的 因为刚哥出来必须得吃蛋 吃蛋必须得吃两颗 哎呀我好太冷了 兄弟 不说了 我这出来这两分钟又又成江了 先不说了 十一月二号的 十二月二号 现在的时间的 十月二十二月 二号的早上 七点四十一分 我们现在距离 距离Dawson Creek 还有 三四三英里 现在呢 我们遇到了最低气 给大家看一下 最低气氛多少度 零下二十九 FIRE HIGH 当时在黎明前呢 我达到的最低点是 零下的 就是minus 31 零下的31度 31度是FIRE HIGH啊 如果是折合 摄氏度的话 现在的行为外面 零下35度 零下35度 什么感觉 我想跟大家说 现在我的卡车内部的温度是OK的 我还是穿着长袖 我还是穿着单裤 如果说我现在穿着我的单裤 我这单衣服出去呢 别说五分钟了 真的五分钟就嘎嘎 太恐怖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零下35度的地方 应该说正好 Dawson Creek 我在那里读过书 但是我真的没有 在Dawson Creek 就是我在住的时候 都没有见过零下35度 我那个冬天没见过零下35度 现在是2022年的12月20上午7点42分 记录 最低温度零下35度 现在时间12月2号 早上7点58分 最低温度零下36度 最低温度零下36度 36度 36度 这是上面写的33 花样卡车 我在暖洋洋的卡车里 感觉到外面的冰冷 废话不多说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呢 我们已经彻底的 已经在那个 我们的货已经卸完了 现在的中午是当地时间的 应该是 当地瞬间的12点50 现在我们开始吃饭 大家知道我会吃什么吗 你们是不是一定以为我昨天晚上去Costco买了 吃的披萨 我去Costco买了鸡腿 你以为剩四个吗 十几个 这里面还有啊 所以说这鸡腿怎么煮怎么蒸 你们会了吗 就是往里面先放点水这个水好有点少了我们再给他来点水 我们 找出 瓶装水 再来一瓶 这时候就想到了 这来一瓶什么样把这个 汁呢倒进去 我们需要的就是让这个水蒸汽 把那个 把那个鸡腿热熟就可以了 热熟之后呢我们再用那个汤来做什么呢 做我最想吃的泡面 今天呢我来点面包 来点鸡腿 你们想看我吃吗 如果想看我吃 那我得先看看 有没有心情给大家拍 现在我们等货 估计是等不着了 吃饱了吃饱了喝多 我们就往温哥华 为什么要用杆子呢 回温哥华不就行了吗 等我去做好了 我再给你们到 这次呢我就不给大家拍吃不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要一边做一边吃 要不然我补充不过来养 所以说的做什么任何 演出的时候呢 我都会做准备 别看这个简单的吃播 不是简单的吃播 你们左手会用筷子 我左手是用不来了 好了假装一下 不给你们得撒 今天 吃完饭 我就睡觉 看看睡醒了 公司什么计划 虽然不给大家吃 但是我怎么做还给大家看看 来抽抽 方便面里头有两个鸡腿 还有我那天出来的时候带的 要就这种感觉 你们喜欢这种感觉 我们家的方言叫 你不叫啥 你说这鸡腿泡面也行 你说鸡腿泡膜也行 只要是有面有肉 刚哥就能激情澎湃 你说这叫火锅行吗 鸡翅皮鱼吃刺 所以说鸡皮很好吃 里面温度很高 我建议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吃 因为有些科学人家就说了 刚哥太烫东西你吃了会得湿到癌 刚哥想告诉你 别吃了 吃啥吃 吃得了会撑 别喝了喝啥 喝水不小心会烟 你喝多了会咽死 喝少了会枪 你说这人话 没事干回火星吧 地球太他妈危险了 吃口饭都是他妈毒的 差不多了 这边喝了根放这 好长时间 为什么选择喝 如果说我晚上不喝 零下三十几度 冻得嘎帮脆 冻裂了 我已经弄一下 不说了 我吃这东西呢 我觉得不太好看 但是告诉你 觉得够热 锅里煮的粥 粥还没好 等粥好时候我再吃喝粥 你们有啥 饮食先后面 南方人说先喝汤 我们北方人先吃饭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冰冷的天里 有口热汤面 有口热粥 两个字 幸福 如果是三个字呢 就是真幸福 如果有缘记得 来钢哥的卡车上 一堵钢哥的风采呗 对不对 镜头转换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12月3号晚上8点17分 我已经回到了我温暖的小家中了 在视频的最后 我给大家总结几条 雪天驾驶的经验啊 雪天其实并不怕 怕的是上坡下坡 直路还OK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大家在最后一定要准备好 老司机要给大家开车了 知道吧 上坡 就是女孩喜欢的 不要停 知道吧 然后呢 下坡呢 也是 下坡呢 是我们 下坡呢 就是 慢一点 大家学会了吗 下坡 慢一点 上坡 不要停 懂了吗 呵呵呵 你能懂了吗 最危险的时候呢 就是空车 空车呢 要比中车呢 更危险十倍 希望大家在空车啊 卡车开空车的时候 更加千万小心 最危险的地段就是空车 下坡弯道 空车下坡弯道 其实危险如果说你提前把速度降下来呢 也就没事了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呢 你开段直路之后不知道前面是弯道的是下坡 还是不是 下坡 通常情况下坡的时候呢 都会有背音面 而这个背音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会出现黑冰 而这时候你如果说没有减下速来 砰点了一脚刹车 这克奈夫的机会 就是很大的 好了 我是北美老司机 刹克刚分享我在 北美开卡车的故事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光开卡车 刚哥 还会开车 各种车 只要你能说出来 一起开呗 记着啊 上坡 不要停 下坡 慢一点嘛 我是刹克 下期见